MWOVO 佩佩的石川先生教教教教我的老人玩到底又如何最强 各位新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 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我说你最近天天直播都在暴 cái伙的法横啊 是的呀我真的看不懂了 真的可以把一个动作游戏做到RPG一样的长度 天哪我都100个小时了你看100个小时还行 真的呀我还不停的S2大法研究各种各样的武器战术什么的 实际游戏时间绝对吵了 哦好呀那趁这个机会你给我讲讲 这个二的法环到底有点什么流派呀 嗯行吧这个老拓环呢我现在总结下来呢 大致分成十大流派 啊十大流派 嗯对啊那我别的不说了 这你就告诉我们锤子挡排第几 锤子挡排第一啊 这游戏里面有把红锤子 摆面又高属性又强 还能装各种战技 同样克制成优质能比嘎子大剑还多几十点攻击 啥巴夫都没有这种胖子两锤子一个 你二周末再去刷一把 或者在连击状态下找人搞屁眼关系给你丢一把 左手一把右手一把简直天下无敌啊 我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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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这个视频我给你点三连 你点三连有什么用别人不点三连 没事没事我们锤子挡都给你点三连啊 你们锤子挡还行因为怪物猎人呢 这个二的法环里面有几个锤子挡呀 我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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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掉它之后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神技 冬霜踏地也就是老寒腿 怎么就老寒腿了呢 因为这个招式都像挤了你冬天那条抖得不行的腿 故此得名 哇吵把寒气都抖出去了 是的没错 但是名字什么的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老寒腿万用的一逼 技能伤害基本只看武器的改造等级 你大可把它安装在一个强化过的匕首上 范围大不说技能施展速度还很快 除了冰霜的debuff之后又能减速又能降防 最牛的是消耗只有10点 需要的时候掏出来一个怪放个纷枕 还具备一定的破盾效果 游戏前期但凡你获得这个技能之后就是两个字 胡说 卧槽这也太牛逼了吧 是的这个流派可以说是老少介义的万用流派 天呐这这么厉害 我感觉这个我们锤子的 别晃你那个锤子上的也能装这个技能的 能装这个技能 太好了这个技能太好了 不愧是十大流派之首 对吧一脚老寒腿爆冰霜降防之后 然后一锤子简单粗暴 这就是我要的锤子 当年碧云的时候要弄个差不多这样的技能多好呢 所以弄个什么勾抓起点神经病呀 神经病还行 那其他流派的拉出来续续 好那么接下来基本上都是法师流 法师流大致分为智力型法师跟信仰型法师两大流派 智力型法师出生点直接往右 通过龙溪废墟的宝箱直接传送到了西面的地图 之后跑酷走出山洞一路起码来到前者废墟 在这里可以捡到一个重力岩石魔法和一个重力专用的法杖 然后就开始各种逃课 一下好像也就300多 这个魔法上线大概能打到600 但是重力魔法可以无视绝大多数的防御数值 打出的伤害接近真实伤害 而且击倒值也非常的高 那确实挺逃课 这还没完 中期配合上在火山获得的彗星魔法 在这上10秒钟零消耗的路低 一周末一个大boss也就2万多点血 你像熊大也就2万多 確实一下就秒了 那你可以找一些不太会打你的战装输出型的boss 哎呦呦呦吧 这伤害是可以了 直接射爆了好么 话说信仰法也怎么样了 之前不是很有病吗 嗨你别说了 之前试外版的那个兽爪 在现在的正式版里面的前期还挺难获得了 而且就算你获得之后 性价比根本比不上老寒腿 现在的信仰流 要么就是辅助加伯赚 要么就是各种变龙头 也被称为龙头信仰神教 我去2500还行 这个还是近战的 远程的各种喷火喷冰啊都是很厉害的 我去那怎么才能获得这种技能呢 很简单的就是杀龙就可以了 而且只要杀出生地上来的第一条龙就可以 我去这哪里也能 很多人这个龙是劝退的 那你要么就是跟治理法师一样呀 上来先跑到这个地方 去卡尔西教堂获得电火这个技能直接捡到的 天哪这不就是我们1200里面的邪妄阵眼吗 对的而且效果不大 平时用来A怪什么的也是非常的方便 虽然始终比不过老寒腿就是了 这么对比下来这老寒腿也是真的牛逼 但是还没完呢 因为龙头神教还必须获得这个印记 这个印记呢不仅威力加成高 而且能强化所有的龙头技能 我去有点东西 而且说了你不信 这个龙残印记呢就在我们出生点的这个地方 就这个迷宫里面实在是太麻烦了 你上来必须要跟着陷阱车走 然后再一处窄桥左侧跳下 继续跳到下面一个平台 接着出门右转一路向上走到不能走为止 会碰到一个幽灵骑士将它杀掉之后 就可以获得这个印记了 卧槽这有点麻烦 是啊等杀完第一条龙之后 你还要穿越这个海岸洞穴 来到第一个龙教堂之后 你总算可以学会龙咬了 但是由于这个龙咬消耗的还是比较多的 一开始可能还是继续要用颠火的 我去我们这信仰法师就这么难吗 就不能想智力法师要讨课吗 没办法十万版太强就会这样 那信仰的这种高阶法术呢 有啊你看好啊 尝尝我耳朵的法环吧 我吵这个杀害这么低的吗 这个双雷 哦你要双害高啊 尝尝我二人的法环吧 我天靠这么近吗 对啊这是一招从上往下的贴脸技能 找不准机会你还没办法全中 最气人的是它没有霸体你知道吗 我天宣传版里面宣传这么牛不心 对啊严格来说就是个PK技能 效果好不好还不知道呢 那有没有远一点呢 有啊这个单雷就很远 但是取耀代之威力就会比较小 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信仰魔法大剑 哦对了这个我先想问了 这个魔法真蓄力威力怎么样了 你自己看也就打个一千多 一千多吗可以 可以个P你看这里的法师随随便便一刀就是一千 先不说这个伤害怎么样 出招快不说而且还带近战二段判定 而且人家还能打冰霜减防减速度放风阵 就问你气不气 啊这么被你说的话 好像这个我们信仰法爷是有点难啊 是的呀搞到半天这个信仰法爷 颠火从头用到尾就对了 我许这伤害可以啊 哎可以吧而且大体型的目标还有加成 啊好吧那么还有其他流派吗 有的因为这一作呢跟之前的魂系列的作品不一样的是呢 这一作加入了非常多的信仰跟智力加成的武器 使得法师流派呢又衍生出了两个新的流派 魔法战士跟信仰战士 其中魔法战士首当其中用的最多就是明刀月银 什么这个太刀侠也能加智力的吗 哎你别小看智力的太刀侠 我跟你讲打起来磕梦了 一刀也就一千四呀 一千四是小 他出招速度非常快 特别容易打出硬质 哪怕是形势对自己不利的时候 拉开距离来上的名下也有不俗的伤害 好好地利用其这种特性 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克这个游戏里面所有的怪 即使是碰到非常难缠的敌人 左手换成一个魔法杖放放魔法也就结束了 我去这个流派确实强 那么信仰战士呢 信仰的战士简单来说就是上各种各样的buff 现在用的最多就是把猎神大剑 特点就是开怪开boss之前呢 记得要上各种各样的buff 啊这个感觉有点磨叽 确实是有点磨叽 但是打出去的伤害呢还意外的不错 哦1700 1700这个伤害其实在中后期已经不算低了 这个流派最牛逼的是不停地放战绩 猎神大剑的战绩非常的牛逼 即便是在不加任何buff的情况下 面对后期的敌人呢 依旧拥有一套秒杀的攻击力 哇操直接一下了就 但缺点是几乎没什么霸体值 也很无敌了 是的就是凡就凡在要打赢中期的一个非常麻烦的boss 因为攻击力甚高呢很多人都在这里吃苦 获得他的位置呢就在盖利德的神兽塔下边 那信仰战士还有没有简单点呢 简单点嘛换土龙大驱剑 加上信仰攻击buff的随便一下呢也有接近2000 优势是消耗比较少 武器比较好的续航DPS呢比较高 战绩威力虽然比不过猎神大剑 但是两段战绩全程都有霸体 特别适合我们这种蟒的不行流 其实还可以啦 但是缺点就是比较怕有火炕的敌人 哇靠这也不是秒了嘛 但是别的怪就可以打到5000咯 确实这个消耗有点高 是的为了弥补又加buff消耗又高的缺点 法术信仰战士流里边呢又出了个新的流牌 叫做法术双持跳皮流 讲究的是如何最大幅度提高跳皮仔的伤害 就拿信仰战士流来说吧 加完buff之后随便来上那么一刀就可以突破2000 但是没秒呀 那么一下没秒嘛就得两下 可以的 讲究的就是如何暴力输出 同样的智力法师那边呢一样也是这样 推荐使用魔力石像鬼大剑和老婆的嫁装 在不上任何的buff的情况下呢随便一刀呢也是打得不错的 懂的反正你就是一刀不行就两刀 觉得伤害不行可以 副手拿起老婆的剑上个附魔 一刀下去直接追上了信仰挑皮流 而且老婆的驾长月光附魔持续时间特别的长 实在不行呢还可以放放远程技能都不耗魔的 伤害高不说呢一样可以打冰霜放分阵 卧槽这有点牛皮的 是的这个流牌我用了很久了 而且你要嫌伤害不高的话 直接上个老寒腿不就玩了吗 那搞了半天还是老寒腿流了 但凡你要打寒冰我跟你讲你都很难离开老寒腿的 老寒腿天下第一啊 啊确实 但是打跳屁流呢你需要获得那么两个道具 一个是这个勾爪的护符 这个护符呢我一开始也差点漏掉 他在第一张图的城堡的城墙塔 传送点出来之后走螺旋楼梯一路上塔 然后沿着屋檐跳啊跳啊跳 天哪这游戏让你完成了刺客信条 不是我完成刺客信条啊 这个道具就放在一个非常妖艺的角落怎么办呢 你真要不是很会探索的朋友真的很容易错过 而且这个还算简单的呢法师那几个加伤害的什么还要难 难道你忘记什么时候获得过 我去 不过另外一件猛琴的黑羽获得的难度就很低了 我们经过胡去网上第一次打完吐龙 来到这个小胡的右上角的闲者洞穴里面就有 两者分别加15%加7.5%的跳屁伤害 玩跳屁的一定要去拿呀 啊这个我就要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个锤子党也要去刷了 你只要跳屁不管什么党你都要去拿 啊我知道了 那么除了这两个流派以外呢 还有一个叫视信双法师流 哦我懂了就是智力魔法跟信仰魔法都用 可以这么说吧 而且这个游戏里面还有一些要同时需要智力 才信仰才能发动的魔法 哎呦这看上去很壮观啊 威力不大就是了 然后让智信双法师流火出圈的呢 是一把武器叫业余火之剑 卧槽差点就避余火之割了 而且这个武器有两个技能轻攻击的时候呢 就是缩小版的龟派气功 啊就是法师那个会心了啊一下两千 重攻击呢就是一个蓄力的火焰魔法 哦这威力范围还可以啊 而关键就是他的第一招轻攻击的这个技能啊 他有这个近战判定的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当你贴脸放这个打打打打技能的时候呢 他有两段的伤害 你看一下四千多 我觉得这可以啊 而且还能再提升 最高威力呢可以达到一发一半多 仅次于法师的会心 但是呢消耗非常的少 我去又是个无敌技能 但是缺点跟会心一样呢 他也对地形的高低差的补震特别的小 甚至只要敌人体型不够大 你都打不动两个 哈哈哈哈吓死我了 他打不住两个还行 其实就是不是很稳对吧 你要稳可以走铁打不动流 这个古老的流派可以说是从魂系列起初开始 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三十年如一日 讲究就是拿到游戏中最重最厚实的一块盾牌 然后随意搭配一个刺剑 以前还要加这里 现在呢你可以甚至什么都不加 上一个铁壁盾房之后 冰天雪地365度一丝不挂 硬生生的扛住了小姐姐所有的攻击 哇吵这太阴朗了 而且你还可以全程使用轻攻击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任何破绽 没有破绽安心哥们掉血了 这个是魔法攻击 就做了百分之一百的就是有点麻烦 当然如果你魔力多的没地方用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魔力护盾 你盾牌附上一个魔之后呢 效果是一样的 持续时间要比铁壁效果要长一点 哇吵这太难忍了 太难忍吧 就是这个盾牌拿起来非常的麻烦 怎么麻烦了 因为你要去王城里下完成两个小游戏 一王城马利欧钻水管 马利欧还行 二王城无限跳跳乐 哇这个看起来好烦啊 是的个人建议皮站搜一下攻略 哎呦看到我都屁股疼 最后就是这次被加入了各种被强化的debuff流 其中最牛皮的莫过于出血流 大概是两把双头剑 不用杀任何buff不用复杂的操作 跳起来一刀就搞定了 哇吵这太牛逼了2400 这种拿盾牌的敌人你根本看来都不用慌 直接上去就是一刀明明掉呀 那就再来一刀 作为唯一双持跳起来有四次攻击的双头剑 这个出血能力是非常恐怖的 尤其这种血量超过2万点的超级凶大 面对出血流也是只能刷刷刷的掉血啊 哇天呐这出血流原来这么牛逼的嘛 当然作为debuff流呢 你也可以出一个爆霜冰雪 既打出血呢又打冰霜 又或者用谢伟真专门打星红伤害 个背博塞特别弱这个星红啊 重上两下基本上就撬辫子了 这么牛的嘛 但是再牛牛不过大哥替身流 大哥替身流讲究就是无限堆血 遇事不绝就召唤仿生泪滴变成大哥 因为大哥自带10倍本体的血量 而且能自带一瓶恢复50%血量的药瓶 3万点血你让boss去打都要打半天 而且大哥能够完全靠北你召唤他时的武器的装备 你想让他放魔法就放魔法 你想让他奶妈就当奶妈 你给大哥穿一套防御装顶上个盾牌 我跟你讲boss就两个字绝望 啊但是你也很脆啊 这个boss要是转换枪都打你不就结束了吗 对啊所以说我们也要带盾牌 金刚不坏流嘛 哇是够不要脸的 你以为这个就是最牛逼的吗 哇靠还有牛逼的吗 这还用说满的就是最强的 绝心流 正所谓用上绝心流法师笑开怀 所有的法术伤害直接翻倍 Oh my god 月光剑明刀随便一下都是两千三千稳得不行 龟派奇攻随随便便就是两万 小龟派奇攻一下都是一万以上 天呐 跳皮流更是叨叨四千五千 土龙区剑跟猎神大技乱战绩 分分钟都可以打过一万 啊这这这五个锤子的 别怕两把红锤子 左手一个绝心右手一个绝心 一样伤害爆炸 我去这游戏不得玩上一年呢